自从比亚迪推出百万人民币以上顶级豪车,中国大陆车迷也开始了一句顺口溜,叫做以前没钱买比亚迪,变成以后不缺钱再买比亚迪。 但比亚迪可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,高阶品牌仰望用来打响名声,但真正的获利还是得靠过去熟悉的入门电动车种,当成销售主力。 像是这次上海车展也同步推出,最低只要人民币7.88万,等于台币只要35万以内的小型电动车,它的名字就叫做比亚迪海鸥,而且比亚迪高层思考的方向没错,光是上海车展上开卖一小时,比亚迪海鸥就卖出了1万多辆,主要的优势就是价格合理,但外形够帅,像是比亚迪海鸥不同于目前市面上,大部分小型车圆润可爱的造型,反而呈现的是棱角分明, 用简约犀利的线条勾勒出动感轮廓,前大灯的斜杠设计,让人联想到冰刀划过冰面的刻痕,让大灯更显坚定有神,潜水箱护照的造型,更有如海鸥展翅飞翔的姿态,而内装部分通过色彩勾勒出层次感,营造出柔和的海洋美感,而四种车色还会有相对因不同颜色的内装,让这辆车对年轻人更具有吸引力,加上使用的10.1寸中央娱乐萤幕搭载智慧网联系统,可以在车上看影片, 还可以用语音控制车上的冷气跟导航影音系统,还可以使用蓝牙钥匙进行车辆解锁,相对之下科技感十足,可别忘了这是一辆最低只要人民币7.88万的小车,而车门内把手跟音响喇叭保护罩,比亚迪强调采用了冰晶凝霜的元素,菱形造型非常炫酷,车门内把手更像是海鸥的翅膀,每次开门都是满满的仪式感,同时采用皮质包覆的一体式运动座椅,后座搭载打孔座椅加上裹领, 是底板设计,让后排乘客拥有足够的舒适性,至于动力部分,这辆车用的是比亚迪最新第三代一电动汽车平台打造,提供活力版,自由版,飞翔版三种车型选择,同时也用上了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科技,虽然最大马力只有73匹,扭力也只有13.7公斤米,但三种车型续航力分别有305公里跟405公里, 以小车通勤都会使用来说相当足够,同时也支援DC快充,能在30分钟内把电量充到80%,比亚迪全新推出的小型电动车海鸥,虽然谈论度不如同集团推出一口气要加109.8万人民币的仰望一巴超高档休旅车,但毕竟中国大陆车迷人有许多人有便宜好用的小车需求, 这辆小型电动车最便宜只要人民币7.88万,折合台币不到35万,可惜的是台湾无法进口中国大陆制造的车种,不然这辆海鸥如果有机会引进台湾的话,势必会引起一阵抢购热潮。